接下來看到這輛計程車 仔細看他前前後後都沒有掛上車牌 就違規上路 這次發生在昨天上午三點多 台北市出現一輛計程車 不但沒有車牌 還沒有打方向燈 就變換車道 緊急剎車 有民眾看到嚇壞了 直呼好危險 沒有 車牌什麼都沒有 計程車行駛在路中央 但仔細看怎麼跟其他車輛不太一樣 別人都掛上車牌 唯獨他空空蕩蕩 而且他後面還有載一個人 不只沒車牌 還疑似載客營業 行駛到一半 甚至沒打方向燈 就突然變換車道 緊急剎車 事情就發生在二十六號下午三點多 這輛計程車沒有車牌 就沿著台北市這條路直直開 危險行為也嚇壞不少路人 沒掛車牌 開車上路 不只讓民眾看得心驚膽跳 也已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 最高可處一萬八百元罰還 但麻煩的是這種車輛一旦發生意外 警方在追查上 恐怕得多花一段時間 而其他計程車司機猜測 這輛車可能沒有歸屬任何車隊 只是跟車行買車 也提醒民眾 平常搭計程車 可以記下駕駛姓名 注意車內有沒有計程車營業登記證 職業駕照有沒有過期 儘量選擇車隊有轎車記錄 對自身安全比較有保障 華視新聞